嗨,大家好,我是李唯 一年一度的11月11日光棍节又来了 这是一个庆祝自己 身为单身一族为傲的另类节日 那么今天就让英语丽带大家来解析解析 跟单身有关的词语 我们先来看看影片吧 首先,Single名词可以指单身者或是未婚者 Singles Day也就是光棍节 例如Singles Day in China 在中国的光棍节那天 是全球最大的网络购物节 那么off the market就是脱单的意思 而单身就会说on the market 这里的market不是指菜市场哦 而是指恋爱或是约会的市场 例如 上周他才跟他女友分手 但他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开始约会了 再来Bachelor名词指的是单身男子 Bachelorette就是说单身女子 而Bachelor Pad也就是单身汉公寓 例如 Andrew spent a fortune to decorate the house and made it a perfect bachelor pad Andrew花了一大笔钱去装修房子 把它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单身汉公寓 那么 Eligible Bachelor or Bachelorette 意思就是黄金单身汉或单身女子 Eligible为形容词描述适合的 理想的 白话一点说就是单身贵族的意思 例如 Nicole went to this party just to meet eligible bachelors Nicole参加了这个派对 只是为了认识黄金单身汉 最后 Single and ready to mingle 回归单身 准备好发展新关系 Mingle带有交往的意思 例如 Kate ended a toxic relationship Now she is single and ready to mingle Kate结束了一段不健康的关系 现在她单身 准备好投入恋爱市场 寻找新欢乐 补充一个 国外的单身节通常是在 2月14日跟情人节同一天 被称为单身者留意日 Singles Awareness Day 简称为SAD SAD 不过awareness这个字是意识的意思 Singles Awareness Day就是要让大家 关怀一些没有情人或是单身者 为单身人士提供另类的方式 去度过情人节 像是Cancer Awareness Day的目的 就是要提升大家对癌症的知识和认知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 光棍节有关的英语力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把这几个说法学起来吧 如果我们帮助到你学到新的东西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We appreciate it and thank you Let's make every day a fun day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